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5年来自贵州的陆星亭 跟着丈夫与八个月大的女儿来台定居 没想到夫妻失和 陆星亭便一肩扛起家计 一扛就扛了20年 我一直以来就是从早到晚的时候在外面 一份工作然后再去结完工作再做 就是这样 晚上去帮人家闭店 五年前离婚 陆星亭开始身兼三份工作 唯独在水间包店 打工包内馅 让他做出兴趣来 在家的时候 其实我以前很小就 在家就爱做这些东西 我们以前在家做包子馒头 客人建议他专卖手工素包子 只是素包子要用什么馅 陆星亭想到 从小吃的贵州酸汤 可以拿来做成酸菜包 还有贵州老家的豆腐包 因为在老家是用那种 我们是用酸汤的豆腐嘛 老家的豆腐就像这边豆干一样 像台湾豆干太累 太涩 所以我要改用豆干 小路 昨天您伯伯说 您可以要给他做社保 好啦 我跟他讲说 帮他做又大又胖 我是喜欢吃他的包子 常来买包子 知道他 这边他需要人来帮忙 我就来帮忙 陆星亭说他的包子 是众人成就出来的 所以把他的包子 取了个响亮的名字 叫做贵人包 一颗素包子 包进陆星亭的用心 也包进了他的生命里 给个儿媒有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